三藩市華埠 光天快日再發生罕有暴力搗亂事件 繼本月中華埠在中午發生當街雙人搶劍案之後 星期日中午又發生罕見的連環突玻璃事件 今次的目標是在街中心行駛的車輛 有一名兇徒拿著工具靠近行駛中的車 一下就將玻璃突破 兩宗意外都發生在華埠的 Stockton街 相差不夠一個小時 一宗在 Stockton街夾Jackson街 而另一宗發生在 Stockton街夾Clay街 有乘客被碎裏的玻璃戒傷 因為是星期日中午時分 當時華埠有很多途人 引起大量人群圍觀 警方之後表示疑犯是同一個人 他回應很快的回應 昨天的事件 當時有個問題 看到車窗的車窗的車窗 有車窗的車窗 正在走到街上 本來警方在昨天抓到一名嫌疑人 但後來有證人指認 不是作案的兇徒 現在警方正在繼續追捕這名兇徒 如果市民有關於本案的證據 請將資料提供給警方 電話415-575-4444 天下衛視記者梁麗娜報道